他呢 他们都是一个辣子 你拿着 要吃吧 给拿着吃点 这个正宗那个是一个辣子 小姚珍 我来了 小姚珍 我来了 明天 我们又来到了河南滑达堂的花园地 小姚珍 小姚 老羊家滑达堂 竟然 竟然适合家来 要喝 都是老羊家的 两碗十块 两碗五块 还成长 我姐 没了 两碗 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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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 这都没了 再这一块 老羊家的 好嘞 这十块 他呢 这十块的 这三长他们都一个 拿着 这十块 给他出点 他们三种味道 对 比一样 关键都给烫火上了 对 好嘞 咱之前喝的一家 老羊娘 陆北的老羊娘 咱现在喝的是陆南的一家 是小药 老羊娘 两家老羊娘 咱们前面一家个小药一样 这一家 这是十块的 一顿是五块的 我得洗一点 你得抽一点 是吧 这一家的 它黄花菜 比较多 肉也比较多 料 煮出来 通常花 沫 面筋的都有 黄花菜 大片的牛 尝尝汤味 我来 明天的北 咱可能上级是来个辣 嗯 味道多 咱们拿一点 辣 所以说我哪喝多喝了吧 我口味中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打个比方 你不喜欢喝辣的 你肯定说不好喝 但是我喜欢喝辣的 它不辣 我说不好喝 这就是 每个人 每个人口味 适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就是 自己心不容 最正容的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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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辣的还是好吃 这个正宗的蟹牛辣 也挺别 它蟹牛辣的黄 蟹牛辣的比较黄 但是不在意 它辣味比较重 如果是不习惯喝辣味 记住啊 这个小小的洋剑的汤 辣味非常重 给露贝的 两家老洋剑 有米饭的 不一样的风格 不一样 这个五块的肉比较少 你看 是吧 五块肉肯定少 但是 五块肯定没有少 只有肉的区别 这家小洋老洋剑的辣味多 老洋剑的辣味 雅香突出的点不一样 咱们吃吃看了 真是咱们